嗨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又一起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想和你们聊一聊 我今天发现的我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结 那你们也知道我的频道呢 我是会想要用我自己的经历 然后我怎么走出来的 然后一点一点的和你们去分析 希望能够在你们的成长路上 为你们提一个小型 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例子 也许你能够举一反三的 很快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心结呢 其实是小明帮我发现的 那我自己也有发现 但是我可能没有想的这么多这么深 今天我和他在聊天的时候呢 我又进一步的去想了一下 所以也要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也许有一些你们也正在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那就是什么呢 今天下午我刚刚睡醒的时候 然后心里面有一些焦躁 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又睡了太久了 是不是又浪费了时间 是不是工作效率又低了 然后心里面就会很 就会心跳突然加速 然后觉得很慌 那之前我也看到你们有给我的私信 也描述过这种现象 就会觉得自己如果没有一直在忙 或者是一直做事情 就会心慌 怕自己落后或者虚度了时光 那这个就是我的心结 觉得一直在被rush 就是一直在被赶时间 在被push 然后一直要有deadline 或者是有那个压力和 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在压制我 那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呢 还不是很明显 因为会有人布置给我具体的任务 你只要完成了这些 哪怕是说有deadline 但是呢 整体来讲呢 还是会很容易量化的环节 大概这个星期做多少事情 做完就OK了 但是自我创业以后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做的好了 做的多了 那都是为我自己做的 那如果在既定的时间内 我做的不好 做的少了 然后我心里就会觉得 是不是做的不够 就总是会有像路易斯海 在生命的成见里面说的那种 是不是我不够好 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多 所以我不配 或者不值得收到奖赏 那这个就是我的心结 所以想要和你们去分享 当作是维多日记的一个栏目 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是 这么唯一的一个人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小明他让我去想一下 为什么总会是有这种压力 这种无形的 自己施加于自己身上的 很赶的感觉 那我自认为是一个很 很开朗 很活泼 没有什么太多想法的人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 一直 想做一个优秀的少数人 所以我把频道的名字 作为是维多的好习惯 就是想要 做一直是一个上进 一个自律的人 但是我觉得自律这个事情呢 如果一直都是违背着自己的爱好 和兴趣去做 其实会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 会把自己推向 强迫自己自律 而不是主动自律的 这样一个 会导致很多自我批评的极端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你们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 比如说在锻炼学习 然后照顾自己呀 身体护理呀 这些可能都会有 这样子多多少少的 工作上觉得你应该再多多一点 你应该再优秀一点 那 小明就说 是不是因为你在从小的时候 可能 比如说你爷爷奶奶对你的教育 然后 因为我的住校的原因 还有就是 我爸爸在我的成长当中 占的比重 其实很小 所以我没有一个男性角色 在家里面 再加上 可能我小时候 他说小时候不是没有什么男生追你吗 不是长得不好看吗 所以你是不是 现在心里面还会有那种 因为生下来的那个资源 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你想要加倍的补偿 加倍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他当时边说我就在边流泪 就是 好像突然觉得心里有一些东西释然了 好像打开了 就是我一直在赶时间 在纠结效率 一直在强迫自律 其实 打心底里面是因为我认为 我还是不够好 我还没有完全的 接纳我自己 是一个可爱的小生命的这个现实 那有时候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呢 会看到首页 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优秀的人才出现 那我会说四门语言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说五门 说六门语言的人 然后我觉得自己长得还可以 然后就会有一个又好看又漂亮 性格又好又有趣的人 就如果是这样去比较的话 其实对我的事业 对我的自信心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这一点上 其实我已经能够自己心平气和的去接受 就是我会拿自己的整体去看 而不会去拿别人的一个好处 去和我的一个缺点去比较 但是我有的时候 还是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感觉心慌 然后我去想一下 就是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 其实就是从小就有竞争意识 然后要胜部教外部哪 对吧 那大家好像都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胜部教上 就是你考好了 这一次没有什么好教的呀 你下一次还能考那么好吗 然后你这一次考全班第二 那你下一次能考全班第一吗 好像做得好了 真的就会变成一个 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尤其是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你们经常能够看到 有一些视频 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呀 然后几百万的播放 那当时我的视频上几十万播放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一开始是很开心 很激动很兴奋的 但是当你慢慢习惯了这种数字的冲击 然后还有粉丝数 其实我一年以前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做到四点一万个粉丝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维多之家里面会有两千五百个你们 然后公众号里也会有四千个你们 就这些我都没有想到过 但是随着数字的增长 就我有一段时间每天会有两三百个三四百个四五百个粉丝的增长量 当时我的心好像也没有什么感受了 所以愈发的能够感觉到路易斯海说的那一句话是多么的重要 就是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任何外界的东西来衡量的 其实你能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件值得被奖赏的事情了 所以这句话我想再说一遍 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值得奖赏的事情了 然后我又去想一下在我在职场方面 有的时候老板交代给我一件任务 我就想快点完成快点完成 好像在总是像那个小仓鼠一样 在赶一个我想要快点完成的时间 一直在赶一个钟 It just feels like the clock is constantly ticking But there's nobody ticking the clock It's just me 只有我在那里一直想着 哎呀时间在流逝呢 我要快一点我要做得好一点 好像只有我是这样觉得的 然后于是在离开了职场以后 我还是带着这种想法去经营我的工作 还有生活 所以有一次我做了一期我和小明吵架的视频 当时讲的就是因为我的脾气比较急躁 好像是因为他说话没有说清楚还是什么 其实具体我都不记得了 然后我现在就想一下 其实更深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当时我的情绪急躁 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他的感情 其实最深的原因是因为 我怕别人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再往深挖一步 其实是在我心里面焦虑时间会不够用 就我总是觉得时间或者资源不够用 就是我害怕匮乏的感觉 我害怕效率低的感觉 那其实在成长道路上呢 我们有四类的情感 是最容易让我们偏离高频的道路 是哪四个呢 那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什么怨的 没有什么恨的 我的resentment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fear是有的 或者说是guilt 那比如说睡觉睡久了 然后我就会心里面有的那种感觉 就是内疚说时间又过去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现在想一下 真正的那些心慌的带着内疚 或者是恐惧的感情 就算用它们来做工作 其实产出也不是最有效率的那一种 然后在接触生命的重建这本书以后 我一直在和我的criticism 在和我心里面的那个批评家 在和他做功课 那当我一点一点把我自己看成那个小姑娘 然后把它放在我心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的criticism的功课 我可以说也化解的差不多了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想来说一说我的心结关于 I think it's 我觉得是我的fear 还有我的guilt 就是怕时间没有利用好 然后怕匮乏 怕自己变得碌碌无为 怕自己会什么都不是 可能还是 可能还是怕自己不够好吧 那我怕自己还是不够优秀 所以如果能够分析到这个层面 其实就代表 我知道了问题在什么地方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很多年的成长经历 慢慢形成的 可能是在很多次的考试和人家比较 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被催 说你要先做完了 然后你才能玩 在做好的时候没有被 在做好的时候没有被鼓励 然后在做差的时候怕被批评 然后害怕被指责 害怕被说不够努力 害怕被说不够上进 害怕落后于大家 所以这样的想法会让我总是觉得 好像还差那么一点 所以接下来呢 我的解决办法是 我要去做路易斯海的 21天的镜子练习 那我也在我的频道 做了英文版的这样一套 每天呢我都要去做一天 那明天呢将会是我的第五天了 第五天呢是重建自尊 就是自己对于自己的正确的认识 OK 就我想跟你们说 在你们眼里看到的我 可能是非常好的 非常自信的 非常阳光乐观开朗 是的那是我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我 其实你们是看不到 或者说我会在这种视频当中 展露出来的 就是我需要真正的思索 然后再往下深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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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它的根源 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一旦做到了 能够得到的奖励 是巨大的 如果我可以在这一关 如果我可以在这一关重新建立起 对于生活的热爱 就是每一天我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我想做 而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做 如果我可以把每一天 建立在 我想这样做 我喜欢这一天 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我觉得我每一天起来的时候 都会带着 饱满的热情 迎接新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 又会是全部受我掌控的一天 然后我可以用我的这种高的频率 去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的我就要对自己说 其实呢 你真的已经很好了 所以呢 你也一样 在有那种 被时间坠赶的感觉 然后总是觉得 自己不够好的时候 其实去照一下镜子 然后去感受一下 现在这一刻 其实就是你的力量的来源 然后去跟自己说 现在的你就已经很好了 我喜欢你开心的样子 然后真心的去问一下他 你想做什么呢 你热爱什么呢 今天的我 能怎么样让你开心呢 一切的一切 你的钱 钱其实不过就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你要付出价值 钱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比如说钱这个问题 钱之所以 比如说钱 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钱 那么你就把它当作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方式 你付出的价值是一种能量 来到你身边的钱也是一种能量 他们在等价的时候就会发生交换了 但关键就是 如果我们在心里面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的话 你就会在这个交换之间上一层网 而这层网将会阻碍更多的等价交换的好事来到你的身边 我这样说 是因为每一次当我心里面产生对自己的怀疑的时候 我的粉丝的增长速度就会变慢 或者我的金钱的增长速度就会变慢 而每次我能够认真的去接纳自己 然后认为 韦多这一次做的这个东西非常好的时候 接下来的几天就会有明显的改观 已经反反复迫了很多次 所以我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 只有当我们爱自己 加上不断的去感恩这个交换的时候 这样的交换才会来得更加的快 更加的密集 更加的频繁 所以 其他的好事也都是这样的 如果在心底里面我们总是觉得 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我们才值得这样的奖赏 或者需要去讨好别人 需要去迎合某种口味 你才值得奖赏的话 那么就请你再次去思索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在迎合外界的某种想法 或者迎合数字上面的增长 其实这些都是结果 而最真正的是我们需要去表达 和爱上那个最真实的那个自己 这是一切的来源 当你能够做自己 爱上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 多么可爱的人 你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人喜欢 怎么会没有人要 你的服务 怎么会没有人珍惜呢 而如果你的服务 你的产品 都这么的有价值 你又怎么可能会养不活自己呢 你这么可爱的你 又怎么会不被宇宙疼爱呢 所以用亲身经验告诉你们 那这个视频呢 也是这个频道一周年的纪念 那接下来这个心结呢 我要一点一点的帮自己解开 其实你们不要觉得生命的重建是 啊怎么这么慢呢 改变怎么这么难呢 你去想一下 在你接触这本书 或者接触我的频道以前 你已经受到这样的思想 旧的思想的洗礼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四十多年 你现在接触这个新思想 其实才占了你人生的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并且不断的告诉自己 我的改变 会很轻松 很容易 我的改变 很轻松 很容易 因为我有改变的天赋 希望这一季的视频 对你们有帮助 也祝你和我的一周年快乐 希望你们呢 和我一起 真正的爱上自己 然后用吸引力法则 过好一生 做你爱做的事情 让每一天 都是你热爱的一天 好了 拜拜 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拜拜